第112集,蓝湛,我能自己吃,某人做好早餐,张了好女儿的部分之后,就端着小碗,坐在人的身边,打算亲手喂人,魏英虽然心里是甜蜜的,可是,她看着女儿笑弯了的大眼,就觉得羞人,只是怀孕了,又不是手动不了了,而且才一个月呢,某人是不是太夸张了点,我想喂你,蓝湛贬着嘴, 某人不领情,她好像还不开心了,魏英无奈地笑了,蓝湛,爸比,你就让爸爸喂吧,朵朵不吃醋,要把弟弟妹妹喂得胖嘟嘟的,这样朵朵就不是家里最胖的那个人了,好你个小家伙,这如意算盘打得可想了,魏英失笑,好,把弟弟妹妹喂胖胖,魏英也不拒绝了,某人想喂就让她喂呗,今天的早餐特别丰富, 有小米粥,还有青菜,水果,番薯,还有牛排和牛奶鸡蛋,朵朵吃完后拍着小肚皮,也坐到两个爸爸身边,爸比,朵朵给你包鸡蛋,好吗?爸爸都给爸比喂粥了,朵朵也不能落后,要一起照顾爸比,好呀,谢谢宝宝,魏英看她坐在小板凳上,认认真真的包着水煮蛋上的可, 白乎乎的小手跟鸡蛋一样又嫩又滑的,小家伙的皮肤遗传了蓝湛的,白皙透亮,再加上遗传了自己精致的五官,说不出的好看,她突然想到,蓝湛,你说肚子里的宝宝会像谁呢? 你,蓝湛加了一根青菜放进人的嘴,毫不犹豫就给了答案,喂,什么,因为你好看,魏英 这人,现在说情话可是张嘴就来,说得可溜了,爸比,要是有两个宝宝,就可以一个像爸爸,一个像爸比,一个是弟弟,一个是妹妹,爸比,好不好呀? 望谢二人对视着,笑了,同是婴人,好,两个宝宝,蓝胃两家都没有双胞胎的基因,怎么可能会生两个宝宝? 魏英觉得不可能,先哄着小家伙,那爸比再生一个,像躲躲的,可以吗? 小家伙有点贪心,两个还不够,还想再来一个,你以为是点菜呢? 一个都要折断你爸比的老妖了,魏英无奈,宝宝,你长得像爸比,弟弟妹妹也像爸比,那你和弟弟妹妹就长得像了呀,不用再生一个 哦,好吧,那就只生两个,一个弟弟,一个妹妹,爷爷说过,朵朵要是有弟弟妹妹了,就见更大的游乐园,朵朵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玩,朵朵是姐姐,一定保护好他们的 爸比,你放心,爸比上班了,朵朵就带宝宝,魏英失效,那朵朵不上学了,天天在家里带宝宝吗? 小家伙抿着小嘴想了想,爸比,朵朵要上学,爷爷说,不上学会变成小笨蛋,别人说话都听不懂,朵朵不要变成小笨蛋,朵朵要做个聪明的孩子,以后也要赚很多很多钱, 给弟弟妹妹,还有爸比,爸爸和爷爷买很多很多礼物,朵朵放学了再陪弟弟妹妹玩,好吗? 爸比,好,魏英揉着他的小脑袋,这家伙,眼看又长大一岁了,比之前成熟懂事多了,宝宝,下个月就是你六岁生日了,你想爸比怎么给你庆祝呀? 朵朵要吃大蛋糕,两人在客厅叙叙叨叨,蓝湛在厨房忙活,断断续续的声音飘进来,他一边忙着手上的活,一边认真听着,时不时露出浅笑,这生活真好,蓝湛,蓝湛,呀,怎么了? 蓝湛从厨房跑出来,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,父女两人坐在沙发上,好好的看着电视,你怎么还不去上班? 她刚才打了个盹,醒来看见电视机旁边的钟表,都快十点了,厨房里还叮叮咚咚的响,某人居然还在家,我今天不去公司了,不去了,为什么? 你昨天不是说,今天约了客人要谈案件细节问题吗? 魏英记得昨晚睡觉前某人是跟自己说过,今天要早点过去公司的,我让同事跟进了,蓝湛抽过纸巾,擦干净手上的水渍, 然后走过去,给那个吃小饼干糊了小嘴一圈碎末的小家伙擦嘴,宝宝,饼干不能多吃,会烧火的,而且你不是要减肥吗? 这个吃了可胖了,全是有烤出来的,蓝湛把饼干盖上,爸爸,姑姑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,朵朵还没吃饱呢,不,魏英大笑,朱黎真是个神奇的存在,你要是胖嘟嘟的,弟弟妹妹会笑话你的, 你希望他们笑你吗? 摩朵想了想,才不要,那朵朵不吃了,乖,蓝湛给人擦干净手,宝宝,你该去画画了,你不是说以后要成为大画家吗? 每天都要画一幅画,才能成为大画家,那朵朵今天就画弟弟和妹妹,好吗? 爸爸,好,去吧,等爸爸做好午饭了,就叫你出来吃饭,好的,爸爸,那朵朵去画画了,你要照顾好爸比哦,小家伙人心归大,魏英看他像个操心的小大人般,喜心嘱咐着蓝湛,心里头觉得眼前这小精灵可爱极了,被女儿关心着魏英行窝都是暖哄哄的,小家伙走到门边,又跑了回来, 爸比,朵朵要亲亲弟弟妹妹,好,亲吧,魏英把上衣下的聊起来,小家伙对着那还是干别的肚皮亲了一口,宝宝,你们要乖乖的哦,姐姐画超好看的画,等你们出来了就给你们看,魏英笑盈盈地看着他,再亲亲爸比,小嘴凑过去,亲了魏英的小脸一口,朵朵走了,某朵挥一挥胖手,这一次走得挺干脆的, 蓝湛,爸爸这么大一个人,看不见吗?魏英把放在小身影上的目光收回来,却看见某人,疑似有些失落,顿时又心疼又好笑,来,小宝宝不亲爸爸,大宝宝亲,说着,双手勾住人的脖子,送上香吻一个,蓝湛顺势把人拉入怀里,低头亲了人小嘴一口,累了吗?想吃点什么? 蓝湛从来没想过,再让魏英怀宝宝,所以他也没有关注过怀孕需要做些什么,刚才抽空在手机上看了一下,知道怀孕后有些人会特别喜欢吃某样东西。 魏英无意中跟他说起过,以前怀躲躲的时候,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,可是不敢乱花钱,只能忍着,魏英摇了摇头,现在还不想吃,就是有点困。 我明明刚打了个盾,怎么又困了?以前我怀躲躲的时候,精力可充沛了,一天打好几分工业,空气开始凝固了,魏英小心地瞄了人一眼。 果然,那张俊脸上写满了回旧,蓝湛,我只是想说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,体力没有以前好了而已,你不要想过去那些有的没的,过去怎么样,都过去了,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? 不要想了,呀,听话,乖,魏英像哄女儿那般哄着人。 蓝湛动了动嘴唇,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,把人抱得更紧了。